1500的路由器和150的路由器放在一起哪个信号好呢 左边这个小米B1 Pro是我花了1530元买的 是平台优惠后的价格 比官方的标价低一些 右边这个也是一样 优惠后的价格是151.3元 两个价格相差十倍左右 那么他们的信号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 在测试信号之前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路由器的外观 这个1500的小米B1 Pro就非常的高端 前面是一个镜面的玻璃 后面是这个银色的塑料 看起来很有金属的质感 背面的网口也非常丰富 两个万兆的网口 四个2.5G网口 支持USB300 上面还有风扇散热 下方还可以加一块固态硬盘 从网口的丰富程度以及存储的扩展方面 这个路由器做得非常的好 这个100块钱的B16400 型号是7DR6430 注意啊 TP-Link的路由器要注意看一下版本号 如果版本号不同 里面的配置可能会有变化 这个接口就很普通了 一个2.5G网口 三个千兆口 一个电源口 这样的接口配置在100多块钱的路由器里面 也算是正常 这款机器的特色是信号比较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缩大的天线 总共6根天线 作为台加上路由器 5G Wi-Fi的信号 直接关乎这里的上网体验 等一会儿我们就测试一下 5G Wi-Fi信号吧 小米的固件已经升级到了最新 稳定版1.0.66 Wi-Fi关闭多屏合一和MLO 设置5G GAM信号44 测试的时间选在凌晨 环境中的干扰很低 5G GAM Wi-Fi有四条空间流 默认开启了KV迈游 WinFi软件最高至10Wi-Fi6 所以最大显示的协商速度是48 波速成型的天线数量是4 TP-Link的固件也升级到了最新 1.0.15 无线关闭多屏合一 5G Wi-Fi设置信号44 环境中的干扰情况与刚刚一致 5G Wi-Fi也是四条空间流 默认开启KV迈游 显示不支持单用户的波速复行的接收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 套量面积80平 录游器统一放在A点 小米录游器测了不同的摆放角度 我们直接看测试结果 小米B1-1 Pro 待机功率14.7W 与小米万兆差不多 我们看这个关闭普通5G 只保留5G GAM的结果 每个点位的下行速度都比小米万兆好一些 但是上行速度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而不如万兆 我怀疑是内置天线的原因 天线布局受限 所以导致接收回传的信号不行 但是差不多型号的锐杰B6829 上行就没有问题 只是我换了第三方天线之后 它的上行有所下降 有可能是天线调校没有到位 我们再看看TP的7DR6430 待机功耗只有6.6W 每个点位的信号都不差 上行也保持了很好的水平 测试的结果出乎预料 小米B1-1 Pro从命名来看 起码不会比B1-1差 但是实际信号表现并没有达到新旗舰的预期 再加上这款处理器 从四核A73架构的2.2G频率 缩成了四核A55架构的1.8GHz频率 硬件方面也不符合发烧友的预期 我对小米录音器的印象是 硬件配置很高 系统功能稍微弱一些 刷机之后才能发挥硬件的最大价值 而这款我完全没有买它刷机的动力了 好 好 好